我们知道这整个事件的 其实最主要的起因 还是哈马斯发动的 就是局势攻击 那我们就必须要先知道 哈马斯是一个什么组织 当然这段时间 大家都已经从不同的媒体里面 应该都已经认识哈马斯这个组织 那最近很多西方媒体 一直不断的在讲这个亚新 就是谢赫亚新这个人 因为是他创立哈马斯的 但是很少人知道 亚新跟以色列情报单位 其实是有很密切的关系 他又是以色列培养起来的 就是拉一个打一个的 对因为原先在加萨走 以色列最大的竞争对手 是阿拉法特的法塔赫 那当初以色列决定 好那我以军全部撤出加萨走 那撤出加萨走 他就留下哈马斯来作为 削弱法塔赫在加萨走廊的一个工具 那哈马斯也完美的完成 以色列跟美国给他的任务 他在加萨走廊取代了法塔赫 法塔赫的影响力 现在仅现在约旦河西岸 那加萨走廊现在就由哈马斯来控制 那可是当初的计划 就我们讲是人世间很多东西 就是变就是唯一的不变 所有东西都在变 当初的很好的规划 就认为哈马斯是一个很乖顺的组织 但是在那样子的环境里 再怎么温馴的细胞也会变成癌细胞 所以哈马斯很快就壮大 那哈马斯在面临跟法塔赫竞争的时候 哈马斯就必须要提出比法塔赫更强烈而激进的主张 而这些强烈的基金的主张通常吸引到的都是年轻人 所以哈马斯的内部就是大量的 大量的可能对现况不满 对以色列不满 很多失忆或者失业的年轻男子就加入到哈马斯里面 那这些年轻人你要让他们有行动力活动力 最好的方式就是灌输给他们仇恨的概念 所以慢慢慢慢哈马斯从原先跟以色列是很好关系的组织 慢慢慢慢变成是一个仇视以色列或犹太人的组织 那这个是没有办法 因为他在那个培养民里面 他要跟法塔赫竞争 他要活下 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比法塔赫更激进 那这个跟我们台湾的政坛很像 我们台湾很多侧翼的小党 这是非蓝营阵营的侧翼小党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这些侧翼小党的主张都很激进 因为这一样嘛 就是你在一个培养民里面 不同的菌种的细菌彼此在互相竞争的时候 你只能提出跟对方 是远超过对方的 比如民进党他 他对台湾独立的主张是 A 到A这个程度 其他侧翼的小党 你要从民进党的地盘里面去争取到生存空间 你只能比他更猛 你只能A plus 对你只能A plus或A plus 那同样的哈马斯也是一样 他是在一个 一个法塔赫原本控制的地盘里面去 去发展去壮大 那他要抢夺这个地盘 他只能比法塔赫更烦以色列 那基本上当你吸纳到的这些年轻人 那你必须要给他们一个一整套的论述的时候 哈马斯就他不得不改变他原本对以色列的态度跟法式 那我们可以看下一张 所以我们看其实在 在整个 不管是约旦和西安还是加萨里面 其实最主要的巴勒斯坦的政治势力就三个 巴塔赫就是巴勒斯坦民主解放运动的缩写 他主要现在主要活动地点是约旦和西安 那哈马斯就是在加萨走了 那另外有一个 其实在这次里面也有角色 叫巴勒斯坦圣战组织 他的总部在哪里 在大马斯格 那这是一个长期受叙利亚执主 就是以色列跟叙利亚之间的关系会不合 其实跟巴勒斯坦圣战组织是有相当的关系 为什么因为巴勒斯坦圣战组织主要是靠叙利亚在庇护 然后因为最近这些年叙利亚因为内战国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再持续给他资助 所以巴勒斯坦圣战组织在不管是约旦和西安或加萨走了 他的影响力已经大幅在衰弱 但是真正能打仗的 就是以巴勒斯坦人来说 真正能打仗的不是巴勒斯坦 也不是哈马斯 而是巴勒斯坦圣战组 那所以他在这次办演什么角色 就是他跟巴勒斯坦合结盟 所以有很多攻坚最难打的 攻入以色列营区的是巴勒斯坦圣战组 你看就是看他们额头榜的 巴勒斯坦二榜的是绿色的 巴勒斯坦圣战组织是黑色的 的头巾但中间是有他的mark 那哈马斯呢 哈马斯啦 巴勒斯坦是跟哈马斯 巴勒斯坦是圣战组织跟哈马斯结盟 所以他们是绿色你看 他主要颜色是绿色 他主要颜色是黑黄 然后法塔赫其实是黄色 那在这个组织在这三个三股 巴勒斯坦的里面 其实真正作战能力最强的是 是巴勒斯坦圣战组 因为他们在甚至在大马斯格 有军事训练基地 而这些军事训练因为是 叙利亚政府的地口 所以他有很充足的场地 跟完整的军训的交往 他们就是一支部队啦 叙利亚为什么要养一个这样子的组织 这不是叙利亚为什么要养成这个 是在以前 巴勒斯坦跟叙利亚是同一个省 在罗马的时候 大马斯格省包含了现在的巴勒斯坦 所以他们本来就很多人 是同样的家人 就有点像我们是一家人 我的大哥住高雄 然后我的二哥住桃园 就这样的差别而已 所以他们很多是亲戚的关系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东西 其实是因为我们错过了和平 曾经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他们曾经有和平的机会 就在1995年拉宾跟 以色列的总统拉宾跟 总理拉宾跟巴勒斯坦 法塔赫的组织阿拉法 他们在奥斯路 秘密就怕人家知道 先秘密接触 然后达成了一个奥斯路协议 后来双方同意正式签署一个 我们看下一张 这叫做巴勒斯坦的临时 自治安排原则宣言 这是一个正式的条约 这规定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必须要做到的几件事 第一个就 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的自治政府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也承认以色列 那以色列国防军从加萨走廊 跟约旦和西安撤军 这部分有做 但在撤退的时候 就哈马斯留给哈马斯 以色列还是有一点小心思 然后再来是郭杜琪五年 就是在这个宣言五年以后 就留五年的时间不及 大家慢慢慢慢安排 安排这五年过以后 我们再来订更详细的东西 但是事实上连五年都没有过 拉宾就被暗杀死了 因为以色列人也不一定愿意 每个民族里面一定都有极端的分子 就是以色列里面的极右翼 他认为拉宾把加萨送给 把加萨跟约旦和西安送给巴勒斯坦 就是忘祖被盗 对 就是忘记祖先了 然后是背叛 拉宾就是叛徒 所以他在以色列就是广场 当场被开四枪打死 拉宾就死了 拉宾死了并没有解决这件事情 那同样的阿拉法特那边也是一样 因为哈马斯就开始在加萨走廊 里面一直讲说 法塔赫背叛了我们的利益什么的 把我们出卖了 所以后来法塔赫的势力 整个从加萨被赶出去 跟这个也有关系 那双方的最激进 光谱里面最激进的都不愿意 接受这样子的原则上面的安排 所以不断的骚动 两边不断的抵抗 后来这个从来也没有被落实过 对啊 现在还是巴勒斯坦不承认以色列 以色列也不承认巴勒斯坦 那这个就是我们 圣战组织 对就是哈马斯底下的一个组织 他们的战略战术是什么样子 他们是像伊斯兰国那样的 就是在中东也只能是这个样子 他也没有很多 他没有那个武器装备 可以去做什么标准 但他们很善于打城镇战吗 不怕死 他愿意牺牲 其实应该是这样 城镇战最怕是遇到愿意牺牲的